午安 歡迎收看 財經大白話 我是翟軒 每天帶你掌握全球財經大事 從國際來看台灣 節目開始我們來關心 財經大頭條 解封 經濟在旺 讓道瓊市大漲了358點 而疫情期間 美國的小型股的表現 也是遜於大型股 還有紐約的原油價格 是崩跌了30% 是低於13美元 現在甚至是來到10多美元 而中國的原油堡爆雷 露營也是嚴陣以待 而疫情擾亂之下 蘋果的5G型機 恐怕會遲到了 這會衝擊到鴻海合碩 台積電跟大力光 這些供應鏈的出貨 我們就來聚焦 今天的財經大事 請專家帶我們看懂新聞 找商機 先來歡迎今天 加入討論的來賓 財經專家黃世聰 財經專欄作家游廷浩 資深分析師陳維泰 好 我們的主題聚焦 就是美國重啟經濟 現在是倒數四天 因為當時川普說 5月1號要重啟經濟 也帶動了這個道瓊 是大漲了三百五十八點 重登了兩萬四千點的大關 另外這個日銀加碼寬鬆 也推出了無限的QE 要擴大收購 公司債 而這個日經的漲幅 也是全雅股之冠 好 首先我們就來問一下 世聰哥 因為我們看到這個美股 在修飾了兩天之後 其實表現是仰角上攻 四大指數的漲幅 都超過了百分之一 這難道又是要歸功於 川普的這一席話嗎 就是說又要重啟經濟 而這個距離川普說這個重啟經濟 他本來表定是說五月一號 現在可能也是要看各州的時間 好 我們就以五月一號來算的話 倒數四天 美國現在有許多州 都要跟進這個重啟經濟的行列 也是振奮了這個投資人的信心 使得這個美股飆漲 好 我們看到這個道瓊是上漲了 三百五十八點 這也是從四月十七號以來 又再度佔回了兩萬四千點之上 可是現在有經濟學家是不太買單 他是說這可能要以公衛代價來作為一個 可能緩解經濟的衝擊 因為你可能重啟經濟就會又引發這個疫情 捲土重來 後果恐怕會更嚴重 如果說現在這個美國重啟經濟的話 是不是有可能這個後果更加嚴重 會有一個反撲的力道 這個我們來請教一下施松哥 而且這一週其實我們是超級財報週 但現在似乎財報週已經不是重點了 現在美股的反彈到底是一個無稽之談 還是在談什麼 對 事實上昨天的 美國公佈一些財報 都其實比預期要不好 但是其實以目前的美股來說的話 還是以一個上漲的格局 我們看昨天稻瓊漲了385點 S&P漲了41點 納斯達克漲了95點 我們先給大家看一個圖 就是說這個稻瓊的圖 我們要稻瓊在這一波 他反彈過來的時候 我們都一直跟大家注意 留意到就是說 你要留意的是這一條 往下壓的這個均線 尤其是這個季線的這個位置 你可以看他慢慢的逼近了這個季線 稻瓊其實是相對比較弱的 如果我們仔細去看納斯達克 甚至是看這個 包括說費城半導體 他其實已經站上季線 我們給大家看另外一張圖 這個就是納斯達克的圖 你可以看納斯達克 你看他彈的位置 彈的位置明顯是比稻瓊要高 他大概已經彈了大概0.6左右的位置 通常彈到0.6來說的話 他要再破底的可能性就相當低 當然你要說他就這樣扶搖直上 我覺得短時間也不太可能 因為他是受制於一個 他雖然站上季線 他的季線是往下走的 所以約莫再過一兩個月 他季線就有機會走平 所以他未來一兩個月 最重要的目的就是 他要繼續站穩在季線之上 至少震盪在季線之上 讓季線整個翻揚往上走的時候 搭配的年限還有半年限都往上走 這樣他就有機會會往上衝 剛才翟軒提到 大家都要推出所謂的復工計畫 除了包括說川普提供的指南之外 現在最嚴重的包括紐約州 包括說像紐澤西州 他們都已經要推出相關的指南 這意思是什麼 其實真的解封在即 尤其是包括說像歐洲疫情 比較嚴重的義大利西班牙 下禮拜也都要解封 下禮拜也都陸陸續續要解封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大家先不論說解封了之後 會不會怎麼樣 大家其實這個都是 像是蝦子摸象這樣子 我們都不知道 但是就目前的情形來說的話 我覺得大家可以注意到就是 央行的動作可能是值得 大家留意跟觀察 我們給大家看幾個圖 這個圖就是 昨天我們在節目中講到說 日本央行即將要舉行 新的無限期的購買公司債 或者說購買所謂的 一些債券的相關的狀況 對不對 還有商業本票 你可以看到其實這張圖是什麼 這張圖是歐洲央行的QE的圖 你可以看到他在這一段時間之內 他也是狂買的這個資金 你可以看到他就一路的往上衝 有沒有 他這個資金 是一路直線往上飆升的一個情形 這是歐洲央行他的這個動作 另外一個 就是我們一直在節目上 跟大家提到的 美國的聯準會的這個動作 這個是路透社他們做的一個圖 你可以看到 在2009年那次的金融危機 中間來說的話 央行大概用幾個月的時間 買了大概一兆美金的資產進來 可是財軒你知道嗎 我就一直在節目上跟大家講 這一波從這個3.7到3.8兆 一口氣買到目前已經是6.8兆 他已經買了3兆 所以也是告訴你什麼 一旦真的解封 經濟出什麼問題之後 央行會再繼續加碼 加碼購買的力道 甚至現在已經有相關的人員就說 因為我就講 現在是總資產 這個資產負債表是6.8兆 現在已經有美國的經濟學家說 到年底的時候 美國聯準會的資產負債表會爆到10兆 也就是說他大概還要在市場上 買到3.2兆左右的資金 所以你就知道 他釋出這麼多資金來說的話 當然會讓整個市場上 你要說是無稽資產 的確是無稽資產 但是就是因為錢太多 錢太多了之後就變成這樣 像我舉幾個例子 最近我遇到很多投資人 事實上他們都知道說糟糕 這個股市好像是不太妙的狀況 但是問題是他錢很多 那怎麼辦 我就說那你就進去買 所以他們就進去買一些台股的基金 買一些台股的其他相關的產品 所以你看為什麼最近台股那麼強 為什麼最近投信會一直買 因為我們很多投資人 他不敢不買個股 他去買基金 所以這種投資力道 這種所謂的國內資金 或是全球資金很暢旺的狀況 沒有改變之下 只要不要有重大意外 我現在指的重大意外 第一個就是說 真的解封之後 又開始爆發了大規模流行 如果沒有這樣 譬如說是點狀的這樣 那其實還好 另外一個其實我們比較擔心的是 東北亞金正恩的身體狀況 因為現在他的身體狀況 有很多說法 像昨天北韓媒體出來打臉 就說你們這個CNN是造假 對 出來 但是因為其實說真的 金正恩聽說有好幾個替身 到底是真的金正恩還是假的 大家也不知道 所以現在其實像今天又有媒體說 北韓現在在進行大規模的演練 就是所謂的這個好像在大規模在彩排 有人就是說這個把它比喻成 當初的金日成或是金正恩死亡的時候 也是有做這樣大規模的這種 國葬的演練 那是不是這樣做 火車也去了 所以現在大家莫衷於是看不清楚 我覺得現在其實比較大的變數 是這兩個 如果這兩個變數 如果沒有太大意外來說的話 這個應該是短期間內 會影響到讓股市往下跌的可能性 至於說我們剛剛 負油價或是油價往下跌 昨天也是這樣子 盤並沒有受到影響 或是財報不好 昨天美股也沒有受到影響 所以現在其實最大變數是 那兩個變數 一個是復工之後有沒有復陽 另外一個就是金正恩的身體狀況 如果沒有的話 我認為這個股市至少會呈現在這邊 最強的方式就是再繼續往上談 弱的話至少也會在這邊平盤 做一個震盪整理的情形 對 剛剛士忠哥講到東北亞 其實我們另外一個要關注的就是日本 因為其實這一個禮拜我們昨天有跟大家預告說 這個禮拜其實也是全球的超級央行 之後像是這個日銀呢 就是在昨天就有推出這個大撒幣的這個策略 就是說他們會無限的寬鬆QE 來購買這些公司債 這個我們來問一下韋泰哥 因為其實日銀做出這個重大決策 有點是follow這個FED Fed的 這種無限QE的做法 那如果說日銀這種無限QE大撒幣 可是現在日本已經是負利率了 對於日本來說到底還有沒有一個刺激的作用 了無心意 因為你看到像日銀 他其實他們在整個低利率的部分 也是維持負利率是-0.1% 那麼再加上他們10年期公債利率 我們知道其實一般國家的一個公債 最具指標就是10年期的公債殖利率 目前他們10年期的公債殖利率 已經來到0 也就是說其實購買這個公債 其實好像就是 這個無條件的把錢借給國家了 就是沒有說怎麼樣的一個利息了 對 另外講說購買公司債額度 或者是商業本票的一個部分 這件事情其實就變成說 你對於這種民間企業的一個紓困 它算變成一個比較有開捷徑的一個走勢 所以這些東西其實看起來在過去都已經做到 那只是把它的額度再去進一步的去進行一個放大動作 所以其實我認為說這一次日營的大撒幣 基本上我個人認為它的效果是有限 那兩個原因是因為 第一個 根據我過去的一個觀察 其實在日本 它基本上他們整個的一個經濟 就是屬於自成一格的一個情況 它跟這個國外的一個狀況 其實並沒有說完全的 會像台灣一樣受到很明顯的一個衝擊 所以其實在過去日本在16的10年 或者是15年 或者是20年 30年 其實他們都一直維持這樣子的情況 所以我認為說在這一次的一個撒幣 對他們來講其實並沒有特別大的影響 反倒是原本大家寄望的東京奧運 這邊出現的延期 所以我覺得這一塊可能是在之前 有很多的這種所謂民間投資 因為這個東京奧運的一個誘因 他們提前去做一個投資的一個動作 所以使得他們在這些投資下去的錢 好像是要像是一個打水漂的一個情況 所以你覺得目前撒幣可能沒有效 還是要等到奧運來才有效 我覺得目前看起來是沒有效 所以其實接下來就變成說 在日本政府有沒有辦法提出 比較有效的一些國內的一些 所謂的一個基礎建設的一個方案 可是除了東京之外 目前其實在其他的 包括像是什麼像北海道 或者其他地方或者是大阪 目前看起來都沒有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的撒幣效果是有限的 對 我們就持續來聚焦 因為剛剛講到了日本 其實現在日本因為疫情 有最大的一個破產案的出現 這就是這個WBF的旅宿集團 他來申請破產 而且其實短短的四天之內 已經有兩大連鎖 這個日本的旅宿集團 是申請了破產 我們就持續來問一下世聰哥 因為剛剛我們聽到說 這個QE大撒幣 其實好像是比較是針對這個企業 要來救企業 現在日本的企業真的是蠻慘的 除了像我們剛剛講到說 這個兩個這種旅宿連鎖集團 在四天之內通通傳出要破產的消息之外 其實現在目的的信品 也是僅說在亞洲地區 受創最嚴重的兩個經濟體 一個就是日本 另外一個就是新加坡 現在就連這個Uniculo 就是我們這個亞洲的首富 這Uniculo這個柳正景 創辦人柳正景 他也講說 如果就是現在這個狀況不趕緊改善的話 其實這一波疫情的衝擊 其實是比起這個二戰之後來 是一個最大的危機 像是日本失落30年 這個QE你覺得 到底對於這個企業有沒有挽救的力道 因為我們剛剛舉了好幾個例子 可能日本的企業 現在真的是岌岌可危了 對 沒錯 事實上這個QE到底有沒有用 的確如同這個維泰講的是 聊勝於武 因為至少它會讓這個疫情不會再更加 疫情對經濟的影響不會更加惡化 但是你說會不會提振 目前整個日本的內需 當然是沒辦法 為什麼 現在只說續命而已 對 因為現在說實在 我們下個禮拜開始 或是從這個禮拜開始 日本就要進入他們的黃金週假期 他們放的假日期是滿長的 那也是日本最重要的一個假期 但是這個假期裡面來說的話 我們知道 很多日本的旅客要湧入沖繩 聽說有6萬人要進去 結果沖繩的姿勢說 賣來 賣來 你們不要來 甚至很多地方的這個 要去嗓音的或是去幹嘛 大家都說你不要來 不要來 大家都嚇壞 所以要你自己在家裡面 那你在家裡面來說 那當然就對經濟沒有什麼好處 所以剛才為什麼 翟宣會講到說 日本的一個WBF的飯店會倒閉 另外連一個膠囊旅店 他也都倒閉 為什麼 大家不敢移動了 因為你知道 實際上日本在4月多的時候 宣布說他們進入緊急狀態 緊急事態以來 他們雖然沒有硬性規定說 你真的就一定要在家裡面 你還是可以出來 他們沒有明顯的罰則 但是你可以看到日本人 他們那種所謂的自治精神 或者說他們自訴的精神 他們其實是滿嚴厲的 所以很多地方的 包括說這個旅店 觀光地方 都人潮減少非常非常多 再加上說其實 你說實在的 你就在家裡面來說 你幹嘛去買 幹嘛去住別的 住飯店 住旅館對不對 甚至像很多膠囊旅館 為什麼膠囊旅館會那麼興盛 因為日本他們以前在上班的時候 他們可能上班的過程 因為日本 譬如說以東京來講 東京其實市區很大 你再晚一點的時候 你就可能沒有公車 或是沒有捷運 可以坐回家的時候 我就可能住在 飯店附近的膠囊旅館 過個一夜兩夜 然後在這個早上再去上班這樣 所以過去有那個需求 但是現在也沒有 現在上班的人也變少 大家都是如果盡可能的話 錯開時間上班 大家都放假之後 或是說下班之後 不敢去吃宵夜 或是不敢去續航 這個狀況都這樣 所以導致整個日本的內需 受到很大的影響 再加上我們可以看到 目前的日本的疫情來說的話 日本目前的確診人數 是14000多人 死亡人數是394人 也就是說如果你剛才翟軒提到 亞洲國家兩個最嚴重 一個是為什麼他說 這兩個國家會最慘 因為他們兩個 這兩個國家的疫情 現在是在大爆發的階段 也就是說他們可能解封的日期 又會比我們台灣 或是比這個世界更久 所以這樣的狀況之下 當然現在日本的首富 就UNIQLO的劉景正 他也出來說 為什麼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在這一波的下 股市裡面來說的話 其實UNIQLO 他的母公司是Fast Retail 叫快銷公司 你看他的股價其實從這個高點 一路往下跌 跌下來之後 他也沒有往上漲 為什麼 因為說實在的 需求減少 對 我們之前曾經說過 你現在的過程裡面 你會去買衣服嗎 買衣服的狀況很少對不對 所以整個需求都大量減少 而且他事實上 他在大陸的需求 或是說在其他國家的需求 都減少這麼多 所以讓他的業績一路往下墜 他雖然說是 二戰以來最差的經濟 但是說實在 這個也不只他這樣 你可以看到最近 包括說像ZARA H&M 什麼各家 或是說像昨天的愛迪達 也說他業績也非常慘 所以現在整個服飾 或是說整個製協 都相當景氣 相當糟糕 當然對他們來講 他們都很希望說 能夠盡快的解封 但是事實上問題是 現在各國解封的時間 又不一定 所以對UNICOLA 或是對這些所謂的 內需型的產品來講的話 我相信他們的壓力會比較大 但是反過來 如果對於那種非內需型的 像台灣很多做這種 所謂電子產品或外銷型 其實受到的衝擊就會比較小 我覺得好像各國都有 類似這樣的局面發生 對 接著我們來問廷浩 其實這個日本實施 就是無限QE大撒幣 其實日營的總裁黑田東彥 他是講說 已經要做好長期低利率 維持在這個 零水位的目標附近 那現在對於日本來說 他長期負利率又無限QE 到底對於日本來說 有沒有提振作用 會不會像是這個蚊子 叮牛腳白費利器 其實我們拉一個 總經角度來看 日本這一次 他所做的貨幣政策 並不是降低利率 為什麼 因為他已經是負利率 他也很清楚降低利率 所代表的政策效用性不大 所以他做什麼事情 他只是擴大了購債的規模 原本日本是預計購買 大概80兆日元的 整體的購債計畫 現在是無上限 跟美國一樣是無限量的一個QE 無限量的量化寬鬆 那在這樣的一個措施底下 我們要怎麼去衡量 日本這樣的一個效用 可不可以達到一定的成效 簡單來講是 剛剛維戴哥講得很清楚 基本上沒有什麼作用 但他至少緩解了一個問題 就是流動性風險的問題 也許他這麼做的一個貨幣政策 並不是要拉伸實體的經濟 或者股市 那麼純粹是想要讓整體的資本方 他有足夠的資金 有足夠的資金 你至少不會因為有財務上的風險 就直接倒了 沉過難關 沒錯 你如果是因為競爭力的一個不足 倒閉 那沒話說 但如果你只是純粹 因為財務上的壓力就倒閉 那麼引起的金融零因效應就會很大 所以這個是日本央行的第一項措施 那第二項措施 他既然要開始購買公債 購買國債 購買公司債 代表的是他必須擴大原本的一個 限縮的一個規則 原本日本央行只能購買 某個平均以上的公債 這個條件必須下調 也就是代表什麼 他一定會購買不少公司債 有可能是垃圾債 垃圾債 也就是說 這就造就了一個問題 以往大量的垃圾債 都是集中在這些高槓桿的銀行部門 那這些高槓桿銀行部門 他本身有做一些Hedge 有做一些避險 所以他是可以承擔 這樣的一個危機的 那最後如果真的倒閉怎麼樣 那頂多銀行倒掉而已 對不對 但如果現在是私人的債務 私部門的一個債務 慢慢的移轉到公部門 我們以往看到的 頂多是一些小國家 比如說冰島 阿根廷這些國家倒閉 但如果是日本主權上 因為這一次的一個量化寬鬆 這一次的購買公債的一個計畫 導致把這些違約風險的債券 都納入到國有體系當中 那麼對於日本本身主權債 都會有影響 為什麼 因為他本身買了很多 本來就會倒的債 垃圾債的違約風險率是很高的 提供給各位 那最後一點 最後一點我要跟各位講的是 美國目前也是一個零利率 全世界連美國都是零利率 那日本負利率當然沒辦法降 但是美國本來是正利率 調到零利率 會不會邁入跟日本一樣 30年的通縮 這個是我們比較去關注的 一個訊息 上一次日本進入零利率之後 就再也沒有回來過了 那美國會不會重蹈覆測呢 那我這邊給幾個結論 第一個 從匯率上的一個角度來看 日本這一次的整體的一個量化寬鬆 跟匯率有很大的關係 什麼意思呢 美元是率先大規模的降息 所以美元整體的一個降息幅度 從實質匯率來看的話 它應該要扁一下 或者說實質上 實體上的一個經濟 會有非常多的一個美元 那如果長期這麼多美元 對金融體系也會有影響 所以它勢必要有一個相對應 因為匯率原本都是相對的 要有相對應的另外一個經濟體 跟著它隨機起舞 開始進行量化寬鬆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是 美元本身在量化寬鬆上 從這一次的疫情來看的話 你會發現 幾乎沒有副作用 我們本來講說量化寬鬆 最大的副作用是什麼 就是惡性通膨 太多美元了 所以美元都不值錢了 結果沒有 美元越來越值錢 隨著疫情的發展 大家越來越希望 手上持有美元 所以從一個美元 跟日元的一個角度來看 日元的確它本身 如果持續的量化寬鬆 它本身的通膨性 和後續的副作用很大 但是從美元的角度來看 不管怎麼樣 美元再怎麼應 你都會發現 美元應得越多 代表著整體經濟形勢越不好 那就代表著越來越多人 必須要持有美元 所以美國的情況 跟日本情況稍微比較不一樣 從即使現在是一個 大規模量化寬鬆 美元也是 聯準會也是 我們仍然不太會確定說 美國可能會進入通修 這樣的一個措施 這個同樣問題我們來問一下世聰哥 因為其實這一次這個日本 他也大量購買這垃圾債 好像跟這個美國有點亦步亦去 因為事先費的有講說 他要無限量的來購買 這一些可能所謂的垃圾債 他的做法又是為什麼 為什麼日本要這樣 跟著美國一起做 對 因為現在對日本來講的話 他的問題在於說 他剛才廷告都說到 他因為長期的發展 現在全世界 日本的債券最大的買主 就是來自於日本央行本身 他買到債券都已經沒有人在跟他買了 為什麼現在要買這個公司債 買一些垃圾債 主要原因是在於說 日本市場 他其實外界外資去買的這個比重 是相當相當少 在面臨到這種壓力之下來說的話 他必須要本國的央行去撐這些 作為流動性的這個問題 當然其實這會導致一個問題 就是各國的央行不斷的膨脹之下 未來的這個我們要等到說 等到這個疫情結束之後 各國央行如果要退場的時候 要怎麼退場 這也變成是一個非常尷尬的局面 到時候會不會再引起 新一波的什麼樣的風吹草動 我覺得這都是接下來要觀察的一個地方 好 所以下一段我們接著來看 這個紐約的油價崩跌了30% 是掉到了13美元以下 而中國的三大石油巨頭 也要迎接最黑暗的時刻了嗎 馬上回來財經大白話 現在在白色的一塊塊錢 我想請大家看看 兩個字幕開放 說那些日子 我們在一起 我們最近次行 我們聽見 我們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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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在一起